继续呢 郑威要带我们来看到这次意外发生之后 大家都在问 怎么会在巴仙乐园那里水最多 怎么会烧得这么厉害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已经不是巴仙乐园成立到现在的第一次的意外 26年已经有4次重大为师 为什么号称东南亚最大水上乐园的巴仙乐园 照样是巴仙过海啊 军想我们必须要这么讲 现在这位陈慧颖 他就是巴仙乐园实职的经营者 那其实陈慧颖在媒体面前 以前出现的都是非常强势 飘悍的一个女强人的形象 但是几年前我正好有几次深度的去采访过陈慧颖 我必须要这么讲 我在眼中 在我的眼中 我看到了他 绝对不是他台面上看到的形象 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六神无主 经营能力常常自我质疑的可怜的邻居妈妈 跟中年的失业妇女 你说今天巴仙乐园 我们看起来很强悍的皇帮爱郎 他原来是一个不擅长经营的人啊 你知道巴仙乐园对他的意义 你知道在哪里吗 在哪里 对陈慧颖来讲 他应该就是他的父亲 陈潮传先生 就是巴仙乐园的一个经营者 送给他的女儿 走出失婚阴影 最重要的一个失乐园 陈潮传先生就是万海集团的创办人 一故的创办人 所以这个总经理是他的千金 对 其实巴仙乐园 就是陈潮传老先生他创办的 对 他就是万海集团当年的掌门人 对 那他当时创立巴仙乐园 其实创上很多很多的重要资历 他在1989年那一年成立 那其实在创下的当时 他是当时号称东南亚最大的一个水上乐园 这上面的土地将近有9公顷 而且其实在高峰期号称 一年的游客人数大概50万上下 那其实在风光的那时候 其实万人能抵押 但是我们后来也知道 巴仙乐园他在高峰期 他其实他也同时控有像万海航运 还有士林职场 其实他这两家上市公司 他都有控股 那现在的状况呢 一直在讲高峰期高峰期 现在实际经营状况呢 其实实际的经营状况 就是现在我们每个人看到 巴仙乐园每况愈下 年年入不敷出 而且碰到重大事故 完全慌张无主乱无章法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要讲的 主要就是这位经营者陈慧颖 事实上啊 这个陈朝传先生 他其实只有五名子女 有三个太太 可是他最后生的全是女儿 那因为他膝下无子 因此他找了现在陈伯婷 来当他的接班人 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陈慧颖 无论如何 就是陈朝传老先生的掌上明珠 当年非常非常的爱他 那本来想要交班给他 但是因缘际会 后来发现 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处理 有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这位陈慧颖小姐 表面上没有千金小姐的一个习气 但是重点是他居然有追求轰轰烈烈烈爱情最大的勇气 在这个陈朝传不管他当年再怎么反对的情况之下 他居然私奔到美国 而且直接追求他的爱情 不理他的父亲 所以他连江山不顾了 他就追求爱情跟他的未婚夫远走美国 而且在那个年代说是在保守的台湾 有几个企业千金 而且是资产将近上千亿的千金 居然直接私奔到美国 找不到几个人 你还要叫这个阿爸这口气要怎么吞呢 没错啊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陈朝传有已经跟他讲 你那时候他其实在念哈佛大学 而且你知道还修到这个硕士 教育的硕士 其实他很尽管 那时候陈朝传就跟他讲说 哎呀你不要一直打车啦 你还是传统一点 跟你妈妈去学一个怎么 当一个好太太跟实在 听得下去吗 没错 但是他当时说在个性也很倔强 他决定到的事情 爸爸你不要管我 当时陈朝传觉得你好歹是我的长女啊 这么多的家业力爱花嘛 按照就爱到啊 对啊就给他介绍了 哎超过上百个这个好儿郎啊 结果他通通拒绝 一个都不要 直接要的是什么 是他当年在念哈佛 当时看上的一个老公 所以他当时去找了个大学教授 你知道日子刚开始有多苦吗 好到了美国 他为人妻为人母 但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七叶千金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学教授的外籍配偶 当时你知道他为了这个照顾那个家 他还要帮这个老公啊 这个胡砖墙 自己要学裁缝 哎千亿的千金耶 结果去了那里 居然他的老公一天到晚酸他 直接说你根本就不爱我 然后他认为 因为你的爸爸陈朝璇根本从心眼里瞧不起我 你也不敢反抗 几十年来 十几年来 全部都在听他这个 最后你知道吗 可怜的千金 勇敢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 最后他还是16年被他老公给离了 所以兜了16年 结果最后离婚收场 爸爸一定也很舍不得 当时不就跟你讲 留在台湾 事业一部分 我就让你去操盘吗 结果后来他的爸爸 从来一句斥责的话 众生的都没有 而且反而是张开他的双倍 欢迎他的女儿回家 他跟他说 如果你愿意回来 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不用担心 结果陈朝璇的当时的一个决定 就是把他的经营的八星乐园 最后就交给陈慧莹来做 你知道吗 陈慧莹那时候跟我说 他当年那年听到他的爸爸 这样跟他说的时候 他整个人泪流满面 他觉得他当年这样子 叛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最后是这样子 来对待照顾他的女儿 所以他当下就有利 有发誓 他说只要我存在一天 我拼了命 都不会让我的八星乐园 转卖出去 可是我说实在 我必须要讲 一个好的 有志气的孝顺女儿 不等于 他就是一个企业的 好的CEO 所以后来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顶着哈佛硕士 光环的陈慧莹 他为什么会说出 他实在不是好的经营者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八星乐园 后来因此这么多的 维持事件 接二连三 一路26年 他是怎么八星过海的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 我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相 带你挖真相 这会带我们看看 26年来 接连四次出大包的 八星乐园 强悍的总经理的背后 居然是你说 他不擅长经营 俊相 我必须要那么讲 那时候 我们几次深度采访 陈慧莹 好几次就跟我讲说 他真的心理压力 好大好大 他常常觉得 他自己真的没有 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建议能力 他常会觉得 对不起他的父亲 每天焦虑 而且好几年 他几乎一夜无法安眠 所以你知道吗 他当时有讲 整个人的园区 这么大 九公顷 几十条水道 每年的维修 就已经金额 非常的高 可是他的门票 才多少钱 完全年年入不敷出 所以你知道吗 好几次 他常常觉得 我是不是这样就好 他就不想要继续下去 可是他自己当时发的事 他已经决定要如此 而且你知道吗 很重要的是 你看像这一次 Color Round Color Play 他一张的门票收入 就已经一千多块 几乎是他现在 门票的一倍以上 所以你知道 他常会发现 与其我辛苦的经营 不如我就把这个场地 租借出去 总比一年 只有四个月能够经营 而无法撑出 全年的营收来得好 所以你知道 好几次 其实有人有跟他问 陈小姐 你要不要干脆 就把你的发现乐园 交给我们经营 这个陈慧宁 挣扎了非常多次 最后他还是决定 他要实现 对他父亲最重要的诺言 他绝对不能 砍掉这个八仙乐园 可是 我今天 今天最重要的 粉尘爆炸案 已经由上天来决定 陈慧宁 到底能不能继续 经营主要的困境了 好 郁静来跟我们讲一下 八仙乐园 是多少人 夏天要去 最棒的第一首选 给你报告 变成一个梦魇 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 其实当时陈超船说 打造这个北台湾 这个世界级的水上乐园 是他的梦想 所以陈慧宁才会觉得说 父亲的这个梦想 让他有压力 但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也不需要 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 因为陈慧宁根本没有能力 去经营这个水上乐园 其实刚刚正会有提到 就是他的压力很大 那这个压力是来自于说 他当年呢 跟着这个外籍老师私奔 对不对 他是没有经营管理经验的 那他呢 第一次就是2004年 民国93年 离了婚回到台湾 你知道就发生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当年呢 他老爸就为了补偿他嘛 那股票啦 什么都给他 结果后来呢 才发现说 哇 他接到活税局的补税通知 因为呢 他本来嫁到美国去的时候 成为美国籍 可是呢 他2004年回到台湾 那一年呢 他整年度待在台湾 有308天 等于是 从嫁到夏威夷 离了婚 失婚之后回到台湾来 几乎都住在台湾 所以呢 变成是一个 应该算双重国籍 那双重国籍 你留在台湾的时间久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按照台湾的 本国人的税率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外国人的话 他报的是 当时的这个外国人 是的这个税率是20%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是国内的话 以他这样子的高收入的话 是40%的这个 个人所得税嘛 结果你知道吗 光这差20% 你知道他补缴多少税 多少钱 1400多万啊 所以呢 1400多万啊 对 就光第一年老爸回来 给他的所有的股票啊 所有收入 还没有给他赚到这么多钱 他先缴了这些钱出去了 对 那所以那时候就有个争议 他说 哎呀 原来国税局查了他说 大概一年308天 都待在台湾 这是他碰到的第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 连这样的一个背景 说他根本 第一年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其实还是一团乱 那接下来就说 那我们要讲陈朝船 他真的是有心 要经营一个水上乐园吗 不是 其实陈朝船早年 从金国先生 从蒋经国总统 然后到李前 李登辉总统 到阿扁总统 三朝的这个总统 他都很熟 那这个熟是做什么用的 是做政商关系 是做取得土地用的 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追 整个巴仙乐园的土地 怎么来的 现在很多人 网路上在传说 这个巴仙乐园 有130公顷的土地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仔细去追到 当年民国78年的时候 巴仙乐园风光开幕 可是呢 开幕的第一年 这个陈朝船 跟当时的总经理 叫杨秀雄 他呢 就被依涉嫌 怯占公有地 被起诉 那这个起诉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巴仙乐园 它的土地里头 有13公顷 就这个乐园的土地 现在9公顷多 是因为本来的巴仙乐园 有一大半 有大概三分之一 现在还是废墟 因为陈慧颖没有办法去 重新的再改造 所以那个乐园 有一部分的设备 是收掉的 就变成了跟台大的一个 植物园区合作 做一些这个 中草药之类的园区 那另外一部分 就是他后来改成 所谓的大唐温泉会馆 就改成水上乐园 那冬天是水上乐园 冬天是温泉 夏天是水上乐园 可是呢 你知道当时 这个起诉的一部分 还有18公顷是谁的土地 国有地 国防部的土地 还有省府的土地 所以呢 当时这个 士林地检署的检察官 现在在台南的 这个检察长叫张文正 张文正呢就去调查说 那你这个土地 根本就不是你的嘛 是国防部的土地 然后呢 被你占为国 被你占为己有 就把他给起诉了 可是你知道吗 起诉了之后 整个案子到后来 他其中还牵涉到说 当时的名誉董事长 也就是养乐多的创办人 陈崇光 是陈崇光出面 去牵国防部说 哎呀 我这个地方呢 我要填海造地 你在六清才有填海造地 六清填海造地是干嘛 是我有个专案 我要盖六清 所以我土地填好了之后 我有所有权 那请问你 可是他不是啊 你可以看到 一个水上乐园 搞到侵占国有土地 对 他后来照样 八线过海吗 八线过海 也就是说 我的土地是 一大半是填出来的 一大半是国防部 跟省属航库的 这个所谓的海防用地 结果呢 当时给他起诉之后 后来竟然没事 没事之后呢 他又一直不断地扩大 一直不断地扩大 到现在130公顷 所以你可想而知 当然中间呢 还包括了不少 新北市的议员 曾经呢 要求这个 八线乐园把土地 还地于民 就后来他们就拿出 很多资料说 你看啊 当年有签什么协议书啦 然后陈从光 陈从光当时公开讲说 我的印章被拿去盖 这个国防部的协议书 我不知道 因为印章是陈朝船 自己给我拿去磕的 这些资料当年 陈从光先生 就陈玉玫的爸爸 都有出面来讲 结果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我相信 陈慧莹本身 他自己还存在一个压力 就说 这些地 会不会哪天被收回去 或说发生了什么变卦 这也是他非常非常 害怕整个八线乐园的未来 因为他不断的要争取这些土地 变更成商业区跟油气用地 好 那所以现在呢 其实亭业对他来说 损失并不大 为什么 他本来就不赚钱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比较不服气的是说 当年 当年 窃占国有地的起诉案 不了了之 现在发生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呢 第一个 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吕中吉 吕中吉为什么没有收押禁建 他钱藏在哪里 他怎么赔 难道只有保险公司的赔法吗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昆山 中榕金属 发生事情的时候 第一时间 负责人 台商 被关起来 去年8月12号 去年的812 关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出来 为什么 我全部都要拿来赔偿 所以我们看到 吕中吉为什么没有关 八千乐园 在这把火 背后我们去掀出 这么这么过 他照样关关南过 关关过 财团有财团的本领跟能耐 现在 这牵扯人命 多少条宝贵的年轻人 他们正在跟死神拔河